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掌博报告 李掌博报告 好今的故事就要开始啦 欢迎来到今天的李掌博报告 在现场陪伴大家的李明友 晚安 我是大内 大家好 我是李明叮当 大家好 我是新李明杜杜 哦 杜杜 杜子的杜两个杜 这是我们的新加入的李明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专业的资深客服 对 没错 就是您只要按下语音系统 就会听到我的声音 非常的专业 好听 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 好 想要听哪一方面的 很这个不诚恳的应付 关枪 好的 谢谢没问题 谢谢您支持我们 会成为我们未来改进的空间哦 谢谢 好 反正我觉得 对 这个杜杜呢 从现在开始也会加入我们这个所有电波里李明的行列 也会带给我们好听的单元 像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由杜杜所撰稿以及撰写的 那么我就来介绍今天的主题呢 我想说出来这个动画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那讲到男孩子好了 男孩子的心目当中提到这个卡片动画 一定就会想到游戏王嘛 对不对 嗯 没错 但是在女孩子心目中 那讲到这个卡片动画肯定就是 骷髅魔法使 我知道大家都很兴奋 而且也等很久了 那么在正式介绍之前呢 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 好好的回味一下吧 来自骷髅魔法使第一片头曲 Catch You Catch Me 嗯 虽然刚刚说 她是女孩子心目中的卡片动画 但是似乎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哦 我我我就是我 因为据我所知 当初其实除了女生之外 班上的男生可是非常热衷耶 每次电视就播完的隔天 你就会发现大家一起狂讨论 不信我们问 现场问一下肚肚 你有看吧 呃 对我有看 当然 不要再为难他了 嗯 虽然刚才说这是这个卡片动画嘛 但是跟游戏王好像又有蛮大的差别 对 因为他跟游戏王相比啊 他确实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一开始小英他不经意说了风 然后就把所有的骷髅牌都吹散了 那也因为这样啊 小英就开始踏上了找回骷髅牌的这个旅程 然后他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事物 像是他非常仰慕的雪兔哥 不过他也是审判者月啦 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可爱的小可啦 还有在收回骷髅牌的时候 负责小英他的服装那个装扮的知识 当然也不能忘记中途出现 跟小英一起争夺骷髅牌主人的小狼 还有他的未婚妻梅林 嗯 不过我没记错的话 小狼他也很仰慕雪兔哥啊 而且最后小狼不是跟小英在一起了吗 嗯 你要先谈到爱情这部分吗 我们先卖个棺子吧 晚一点再介绍 哪有人这样的先讲一下嘛 先讲一下啦 好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杜杜你先不要急 我们先把这个主题再拉回来嘛 爱情的部分我们晚一点再跟大家介绍 刚才介绍了动画当中登场的角色 但是在这之中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这一定要提啊 就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莫过于 库洛牌认定主人这一段 真的这段真的超级精彩 因为没想到最仰慕的雪兔哥 竟然就是审判者月 已经就是哇 怎么会是这样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样已经很打击了 而且他竟然还对就是雪兔哥发痛攻击 你觉得怎么舍得呢 真的 而且更难过的是小英啊 他为了不要伤害审判者月 他最后使用了树这张库洛牌 可是这张库洛牌刚好是属于审判者月掌管的 最后小英就被审判者月的攻击反馈回去了 对啊 可是幸好啊 关键老师他就及时出现救了小英 这时候呢小英也成长了 他呢就把库洛牌变成了小英牌 而输库洛牌呢 也不再受到审判者月的控制 最后小英打败了审判者月 成为库洛牌的新拥有者 做得好啊 帅 好好好 我知道呢打败审判者月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但是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缓和一下大家激动的情绪 来自库洛牌发誓第二首片头曲 扉を開けて 刚才介绍的时候 说到了知识会替小英变装嘛 那他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变身动画一样 也会有变身的画面吗 哦没有 我想男生应该会很失望 因为小英在出场前啊 知识就帮他换好服装了 对 所以而且他跟一般的变身动画很不一样 没有service的场面 而且最重要的是小英每次登场时候呢 穿的服装都不一样哦 都是知识啊精心帮小英搭配的 所以每一集看到小英穿不同的服装 就是有点像这种服装秀 对 对就是要感谢知识 对小英啊用心良苦耶 嗯 对可是虽然看到他跟一般变装动画不一样啊 少了变装的画面来脱戏 可是他还是有其他不同的脱戏方式 真的还是有还是有 像是他每一集啊都要念咒语 让那个钥匙可以还原成魔杖的部分啊 咒语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我跟你讲 讲讲讲讲 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 在我面前显现出你真正的力量 与你定下约定的小英命令你 封印解除 没错 而且因为他收集骷髏牌 其实也是一种脱戏的方式 因为他每次都只收一张牌 也因为这样所以你知道 全部到底有几张牌啊 就是脱了多少几张 可是他以后一次收集两张牌的时候啊 像是光更暗就一次收集两张 啊那是例外 因为他不一起收服就收服不了啊 对不对 而且让大家以为 把所有的骷髏牌都找回来 然后打败了审判者 故事就可以结束 没想到竟然又出现了小英牌 真的 我那时候其实看到的时候 很想砸电视 其实每一个动画 都有它不同的脱戏方式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戏剧不也是这样吗 对 不过骷髏魔法史 一直到现在在电视上面 还是有在重播 可见啊 一定是受欢迎才会再重播 对不对 然后那个作者呢 在新作品里面啊 还把库洛魔法史的角色 放在里面去咯 对 所以而且那部啊 也被大家戏成是一部 极为片钱的作品 而且当时受欢迎 就是库洛魔法史受欢迎的程度 还出了两部剧场版哦 一部是在1999年上映的小英的香港之旅 以及2000年上映的被封印的卡片 甚至在Gameboy上面还有PS上面都有出游戏 真的 当时还出了超多的周边商品哦 小英真的不愧是最赚钱的萝莉了 真的 我有收集一整套的库洛牌 我也有 可是 可是很悲哀 就是我学校哦 就是我午休的时候偷偷玩 结果你们猜怎样 被没收 被老师太没收了 不过你那个还算好了 我那个时候啊 有一整套 可是被我妈拿去送给我表妹了 真的超惨的 我觉得东西 自己的东西被拿去送人 真的心里面很难圈圈插到 对 被没收也很惨 那我想这个大家跟库洛牌 一定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去嘛 对不对 好 聊到这里呢 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要卖的这个关子 来了来了 爱情的 好 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带来一首 库洛魔法使的第三首OP Platina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 节目现场 现在您所收听到的这个单元是 李长博报告 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聊的呢 是一部属于女孩子们的卡片动画 库洛魔法使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们刚才有提到 库洛魔法使这部动画的爱情世界 是非常的庞大的 到底有多庞大呢 来 大内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非常乐意 这是我的荣幸 可是这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因为角色名字就牵扯的很广泛 好你要讲仔细一点 对如果听众真的不懂的话 你可以在粉丝页上留言 我们帮你练那个表出来 我们可以那个人物关系表 真的 好那我先讲 一开始呢 我们的女主角小英 其实是非常仰慕雪兔哥的 但是雪兔哥呢 其实是对小英的哥哥 草食有好感 然后小英的同班同学知识呢 是对小英有好感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她每次都会帮她准备衣服 不过呢 在中途就出现了小狼 还有小狼的未婚妻梅林 然后小狼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 也喜欢雪兔哥 就变成了三角关系的局势 偶尔在收集骷髅牌的时候 还可以看得出来 小狼跟小英较劲的异味哦 幸好的是梅林依旧只喜欢小狼一个人 不然再加入这场争夺战 嗯 这是要怎么收尾啊 对啊 使脚恋爱 对对对对 不止哦 就真的很好啊 幸好梅林没有加入这场爱情战争 不过其实啊 她一开始对小英就很排斥 因为梅林她女人天生的直觉 真的非常的敏锐 她了解到 她真正的情敌 不是雪兔哥 是小英 对 对没错哦 那除了刚刚说的几组之外啊 还有师生恋的部分 像是小英的爸爸 跟小英她妈妈 其实就是师生恋其中的一组了 那另外一组的话 就是小英的同班同学 跟她的班导师 那最后的话 当然就是小英的哥哥 陶史咯 什么 陶史也有参加吗 师生恋的 她有吗 有啊 你不知道吗 她其实跟关岳老师交往过哦 动画里面有提到 对 因为动画当中确实有提到 她跟关岳老师曾经有交往过 那虽然最后关岳老师啊 她是跟艾溜在一起了啦 不过啊 陶史她受欢迎的程度 可不止如此哦 像是库洛排静 也是很喜欢陶史的 这样算下来 陶史她超级受欢迎的耶 像雪兔哥 关岳老师 库洛排静 唉 要是我是陶史啊 真不知道是多么幸福的 这一件事情耶 真的得省省吧 真的 哈哈哈哈 不过啊 在后来小狼发现了 她自己真正的心意 其实她喜欢的人是小鹰 会喜欢雪兔哥呢 只是受到 审判者月的力量的吸引 这时候我只能说 就是刚刚说过的 梅林 她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她一开始就防着小鹰 这是对的 我想她一定有偷偷翻那个 那个动画的脚本 知道啊 其实小狼 她真正喜欢的是小鹰 不是雪兔哥 所以她刚到日本的时候呢 就对小鹰 有很强的防备心哦 不过虽然小狼 在动画的最后 她有跟小鹰 表达她的心意 但是小鹰 她回复的时候呢 是在电影版 那个被封印的卡片里面 才在最后的时候 对小狼说 我再喜欢小狼了 所以才告白 对啊 看到这一段 真的是超感人的 因为小鹰啊 跟小狼 最后最后 终于是在一起了 而骷髅魔法史 她最后庞大的爱情事件 到这边也画下了 一个据点了 但几雷 但几雷 你还少介绍到一个重点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介绍完了 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少介绍到一个重点 最后陶石 也是有跟雪兔哥在一起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雪兔哥 快要消失的时候 她就有对雪兔说 其实她早就知道 就陶石早就知道 雪兔是审判者月了 而且她最后还 自愿地把所有的魔力 都给了雪兔哥哦 是不是很感人 这燃烧器有的扶女 不是 听到这段啊 最重要的地方啊 就是被介绍到对大内 我太感动了 好了好了 这两位女性的李明 你们哭的啊 真是让我觉得作者 实在很用心 能够骗到你们的眼泪 对 好 虽然这个庞大的爱情观 看起来非常的错综复杂 但是其实呢 都有脉络可循呢 介绍到这里 我想有很多 想回味的听众朋友呢 就不妨趁明天 我们休息嘛 对不对 来 好好的回味一下 这部库洛魔法史 它有别于一般的卡片动画 除了冒险动作之外 它还有着庞大的爱情世界哦 好 单元的最后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 来自库洛魔法史的第一季ED Groovy 请问什么是羞耻play呢 说到换装啊 你不觉得小鹰 他每次在穿上知识 提供的衣服啊 感觉都很不愿意吗 哈 你不知道吗 这就是所谓的羞耻play啊 什么 什么 你说小鹰换装 是羞耻什么啊 羞耻play 所谓的羞耻play呢 就是指事件的主体 在行为中获得羞耻感 就像你昨天大冒险输了 去麦当当说 这不是K爷爷是一样的道理啊 你不要再说 你不要再说 这超羞耻的 可是我用手机拍下来 你等一下要不要再看一次你的英姿啊 不要这样 我不要看 那这是我人生极大的耻辱